好 那麼這樣的話 這樣太棒了 那其實每年呢 我們要想請問一下師尊 那現在身為佛弟子 我們希望在現在的地球暖化的情況之下 我們用什麼樣的方法可以維持 維護我們的地球 愛我們這顆全世界的土地 愛我們這顆地球 第一個 其實 像兔年的地震 或者是火災 還有轟災 跟水災 都很嚴重 這是因為 我們把地球上的整個環境 都沒有保護的原因 那麼身為我們的佛弟子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精神力量 讓我們的地球或社會 是不是也在這邊訓導一下 讓大家知道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讓大家在佛法上或精神上 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要一起來問我們這個地球 這個人類啊 人類本身破壞地球是有 而且呢 它這個情況 非常地嚴重 包括所有的刀兵 結 還有人類 自己的 這個 核子彈的 世暴 都影響了所有整個地球的 天氣 所以會有極端的事情發生 像這個水災來講 當然這個樹木的砍滑 大森林的整個的砍滑 像破壞整個地球的環境 像這個核會水流入大海 這個就整個都會影響全世界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朝這方面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呢 要環保 那佛教呢 也是一樣 注重自然 什麼是自然 因為這個自然本身來講起來 佛法也就是自然 一點都不能夠勉強 因為一勉強呢 這個地球就病了